文化場域的建構 其實對於比如說 美國的原住民作家 其實除了文化場域之外 他們當然還要 其實是持續的再重新的回復 他們原來自己傳統領域的 那樣子的復原 因為對他們來說 其實那個除了實質的 除了文化之外 實質的那個空間的爭取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他們應該說 其實就他們1968年的 那個原住民的運動以來 其實所有的原住民作家 都是持續的進入 到現在都還算是圓運的 那他們的主題 其實都跟自己的紳士 自己的家族的歷史 家族的記憶有關 所以到現在最年輕的 原住民作家 其實還在寫屠殺 因為這些事情 到現在都還沒有解決 所以他們的族群的那個 文學創作的那個題目 其實是一樣的重點 可是不斷不斷地 用不同的策略 和不同的書寫的創意 去持續地呈現 好 如果照這樣的一個 國際原住民文壇 他們這樣的一個 書寫的一個狀況的話 您會怎麼去看 剛剛我們在第一階段 我們由Mooney來去主講的 這樣一個TED主題的內容呢 其實寫 因為寫作本身對於 特別是對於原住民作家 或者說邊垂的族群的 其實寫作 它一直都是運動的策略 很核心的部分 這樣子 因為唯有不斷地書寫 不斷地喚起 主流社會 對於自己議題的關注 才可以去訴求到 他們還沒有解決的問題 所以這個其實一直都是 運動相當核心的部分 那隨著那個時間的距離 時間越久 其實書寫這件事情 會越來越重要 那對於這個 很漫長的這個歷程 我相信我們台灣原住民作家 很多自己的創 就是後來的創作 甚至未來 還會有類似這樣子的 其實是因為這個故事 其實慢慢慢慢地累積 它在學醫裡面 它在記憶裡面 它在生活裡面的 每一件事情都影響我們 到我們成熟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出來